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很欣赏小岳在电影上的一些表现 那我觉得当然是小岳自己 她也有一个这种温暖又有型的形象 那我想过于这几年这个品牌一直在做一些改变 像我们邀请了台湾的设计师聂永珍 还有铝英的服装设计师像占卜帮我们做了一些高品的设计 那这些具有质感还有一些具有当代特色的一些产品 其实非常受到现代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怎么样把这样的模式持续扩大 然后想说可以来找一个代言人来试试看 那我们也有观察到实际上小岳之前的电影里面 这个我的淡男情人饰演主厨啦 还像小时代里面扮演一个就是极端生活挑剔的一个时尚总监 那我想说小岳自己本身也会下厨嘛 然后对于生活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想说也许透过小岳能够把郭元毅这几年的改变 跟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些想法传递给更多当代的消费者 所以主动联络小岳 我一开始其实听到就是郭元毅想要就是 我其实是同样的想要认识郭元毅这家公司了 因为我知道他是有他自己本身有的非常非常浓厚的故事性在后面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这样子就过得比较快速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可以提醒我们就是一些过去的事情 然后但是就是它又是在很当下今天这样子的社会我们吃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然后它提醒我们一些不管是家庭啊或者是朋友啊 或者是就是对爱情啊或者是对很多很多一些对啊很多 我不能说是价值观它不是价值观 可是它就是它的那个故事性很吸引我 然后我该怎么说 我很感到骄傲了你知道就是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是第一个 第一个对第五代 第五代对第五代然后第一个代言人对啊一百五十年以后第一代言人我觉得真的是对谢谢谢谢郭总谢谢你 今天吗如果今天是是吗我会想要做什么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郭总做做的很多选择坚持的很多选择是是很需要勇气的 就是你首先你不采取就是快速的获得获得利益这样子 然后其实国家 国家 其实其实郭源亦也就是他们也对你很少现在很少看到他们的广告 以前我去你们逛逛你们博物馆的时候就是看到 看到历年的 但是现在好像比较不会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想要用不同 因为我觉得广告它是一个 就像小月讲的 我觉得广告是一个比较单一讯息的模式 可是我觉得这个年代 可能它消费者它的资讯来源是多元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来告诉消费者品牌的转变 或者品牌现代的样貌 就像刚刚讲的 无论是我们跟设计师合作 或者是请小月来代言人 其实我觉得都是 我们品牌想要跟消费者沟通的 其中一环就对了 对啊然后我觉得 虽然是这个样子 行销上有些 行销上也有很大的朋友 我觉得好像要下很多就是 看似风险很大的决定 我觉得我是一个风险 我就不好意思讲 好想说 会不错的会不错 没有啦我觉得应该 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就是他们的我觉得就是做事情 然后食材都可以追溯到就是 他们都知 都跟农夫认识你知道吗 凤梨的农夫 然后他们绿豆 哪里来的人黄豆 然后什么的 都知道是哪里来的 然后对啊然后然后蛋啊 做蛋也有长期合作的师傅吧蛋黄 那个东西 那个这些传统工艺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知道真的这个东西 吃糕饼其实我还是讲的那个 就是我觉得生活的情绪 对 然后你要知道怎么享受生活 台湾其实现在在越来越在 越来越在发展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想要参与的过程 如果生活在台湾的话 所以就给我 model好 做什么 是 对 是 对 就是 对 对 对 os 我 我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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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